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西川伊宾茶 朋友送我 我特别喜欢这个茶 我请我的尼泊尔朋友来的茶 他们也很喜欢这个茶 也是伊宾的 口感特别好 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王茶 在千里之外的尼泊尔 居然能品尝到四川茶 当地茶部老板亲戚的给我们讲 尼泊尔的朋友们都非常爱喝川茶 现在在我面前呢 就是一整条西班牙山脉 而左边这个最高的山脉 这个就是中文朗玛峰 这一棵仿佛已经融入他们 变成一个茶笼和他们一起 在尼泊尔历史最有久的规模茶园 伊拉姆茶园 这里的第一棵茶便是由中国引进 川藏茶马古道 东齐我国 云贵川地区 走过中国的西藏 途经尼泊尔 最终来到印度 这里就是尼泊尔的第一片茶田 如今呢 伊拉姆已经成为了整个尼泊尔 产量最多 历史最悠久的规模化茶茶 现在已经全副武装 准备进入这个茶厂的加工车间 这里的种植环境 采摘和加工技 人们的饮茶习惯 都与四川茶有着意气同工之处 我现在是在卡尼亚姆 也就是尼泊尔跟印度在东边的交界处 在身后那边山的后面 不到40公里处就是印度大吉利 回到了加德曼都 尼泊尔作为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 自古以来便与中国茶有着不解之缘 来到了一家当地比较老派的茶馆 川藏茶马古道 从四川走向国外 用跨越4000公里的长度 翻越冰雪基地的高度 和跨越1300多年的历史深度 蕴藏着取殖不结的文化遗产 已然成为了中国 都来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 有限大吉巴尔